变药 撑药 几个步骤虽然极为熟练 但是没有一样出众之处 凶 不过 随着丹炉下方火焰的生腾 夏子义开始练丹的一瞬 还会让人面色 便是开始变得有些诧异了起来 前后不过五分钟时间 一枚二级丹药 便是被夏子义从丹炉中取了出来 五分钟 炼制出了一枚二级丹药 夏子义的精神力 明显才不过是刚突破到零境级别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炼制成功 显然与那套手法脱不开干系 日后 你便跟在我身边吧 海会长也没好多问 只是在心里暗暗盘算着 什么时候将夏子义的这套手法弄过来 而后他挥了挥手说道 不过他语气中的一丝颤抖之色 还是证明着他心境的不平静 见如此轻松的 便达成了自己朝思梦想的愿望 夏子义已经愣在了原地 最后在秦义晨的一声轻壳下 他才是身躯一颤 回过神来 当即连忙是行礼道 多谢海会长 秦义晨也是微微一笑 本来海老头对他的态度 介绍个记名弟子也没什么难度 不过他可不想海老头日后责怪他 这套手法可是赵日天学的那套 海会长也没废话 直接招手过来 便是开始教导夏子义一些炼丹上注意的事项 还指出刚才他炼丹时哪些不足之处 毕竟 这一丝日后要跟在自己屁股后面 若是那么平凡的话 被别的老家伙耻笑可不好了 而在处理好了夏子义的事情 秦义晨也是不再管他们几个 自顾自地走到房间的一边 拿出丹炉便是准备炼制 欲清兵破丹 在海会长的默许下 所需要的材料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中 秦义晨便是从丹会中搜刮及其了 拿出欲清兵破丹枝 秦义晨也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喃喃自语道 这玩意就一煮 可不能失败了呀 欲清兵破丹 严格来说 已经算是无品丹药了 饶使秦义晨突破到了人籍丹师 可也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成功几率 不过事已至此 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后退了 取出丹炉后 秦义晨微微摇了摇头 将这些杂念都抛出脑海 以他人籍丹师的势力 只要不出什么意外 炼制成功还是极其稳妥的事情 在将药材都投入丹炉中后 秦义晨双眸微微地闭上 精神力也是随着他的控制 将那些药材给包裹 一珠珠地提炼 而秦义晨却是忽略了一件事情 这里并不是目光之塔中 随着秦义晨精神力的流动 一股可怕的精神力威压 却是突兀的出现 这片天地也是犹如沉寂的湖水 陡然掀起了狂浪 这股波动根本无法掩饰 当即整个单会中的人 都是察觉到了这股气息 好 好恐怖的精神力波动 这最上面啊 海会长又是在炼制什么大药了吗 在单会之中 无数人都是屏息凝神 一道道炙热的目光 遥遥望向单会最顶层 原本在给夏子毅 讲解一些注意事项的海会长 陡然身躯一颤 双眸都差点不可置信地瞪了出来 这小子 靠 人几单时 这股精神力波动绝不会错 望着秦义晨那般沉浸的模样 海会长面色一正 一挥手 一股雄浑的精神力呼啸而出 将这整间房间都包裹在其中 这才是让德那股恐怖的精神力威压 在单会中缓缓消散 此时 夏子毅也才是从那股精神力威压中透过气的 当即 他一双眼眸充满了震惊之色 愣愣地望着那个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少女 炼化药材 这个过程并不困难 不过因为欲清冰破灵芝的缘故 这个过程还是耗费了点时间 在约摸一个时辰后 单炉之中的药材才是完全被提炼出来 望着单炉中那一团团液体 秦逸臣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 有人急单师的精神力在 果然提炼起来轻松了不少 原本他还以为至少需要两个时辰功夫 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一步便是融合这些药液了 打铁趁热 秦逸臣也是没有停顿 双掌挥舞间一道道熟练的手印拍在单炉之上 精神力也是随之有路 随着他行云流水的动作 在不远处的海会长和夏紫义 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起来 唯有早已被麻痹了的林天辉 双眸中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 在两人惊骇的目光中 随着秦逸臣一掌拍下 缓缓收手 这个时候 他们才是意犹未尽地咽了咽口水 夏紫义这个时候才是知晓 为什么海会长会卖他一个人情 人极单实 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便已足够了 不过他并不知道 海会长也是现在才知晓 秦逸臣的精神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 正好时刻 望着躺在单炉中的十枚单药 秦逸臣飞快地将其拿出来 放在早就准备好的玉瓶之中 同时 他心中也是暗自松了一口气 索性 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而在收拾好了之后 秦逸臣才是察觉到 似乎有着两道火热的目光 正盯着自己 足够 这个时候 秦逸臣突然想到 刚才因为全力炼制单药 并没有刻意地 去掩饰自己的精神力 武王境界的强者 公国内不在少数 每一遇都有好几位 但是人籍单师 整个公国的数量 都能以一只手数得过来 秦逸臣才多大 这也是当时 夏子龄 林天辉他们 感到震撼的原因 不可思议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海会长看着他 口中不断地喃喃自语 夏子龄就更加不用说了 他心中很庆幸 秦逸臣没有计较他之前的冒事 不然被家里老头子知道 他得罪了一位如此年轻的人籍单师 估计会把他的腿给打折 咚咚 正在这时 门被敲响了 夏子义一愣 旋即 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开门 来的是七公主 夏子龄 见来开门的是夏子义 夏子龄也是一愣 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夏子义 因为是逍遥王之子 哪怕是那些拥有权势的皇子公主 对他也是多有巴结 而且这位逍遥王世子 精神力天赋也是极为优秀的 以他这个年龄段 能拥有这番修为 注定以后在公国单会内 会有他的一席之位 这么一位世子 若是偏向谁 那毫无疑问 谁被封储君的几率就更高 不过 夏子义对于那些皇子公主的巴结 却从来都不理会 也不参与到储君的争纷中去 而此时 夏子玲看到的是什么 这位权势滔天的世子 在这里 竟然只是个跑腿的 七公主殿下来了呀 快进来吧 炼制成了欲清兵破单 秦义辰心情也是大好 对着门口愣住的夏子玲招呼他 夏子义倒没什么 给他让开了路 子玲拜见会长 夏子玲先是对海会长行礼 海会长只是看了他一眼 便是招呼夏子义过去 继续指点他的一些缺陷 公主殿下 你来的可正好 免得到时候我要给你送过去 说着 秦义辰装好三枚玉清兵破单 便是递到了夏子玲面前 顿时 他瞳孔不由地微微一阔 看丹药的成色 至少是六品丹药 五级六品丹药 似乎应该是秦义辰自己炼制出来的 而这个时候 夏子玲才发现 就算他们在这儿交谈 不远处的海会长也没有说什么 海会长是个什么脾气的人 整个目光之城所有人都知道 他能允许秦义辰他的专用炼丹 试炼丹 这其实就已经说明很多的事情了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